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鱼AI技术学堂 前两期的视频呢 给大家讲了五个AI视频生成工具 那测评了之后呢 发现这个Invidio呢 它是最适合做一个不露脸视频的 那么这个Invidio呢 也确实非常的厉害 那么你可能真的不敢相信啊 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命令呢 就可以做出一个长达几分钟的一个视频 对于一些做自媒体的小伙伴来说呢 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大的福音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Invidio制作出来的一个效果 哪怕你不会一个剪辑 或者说只会几句简单的台词 也能通过这个网站和恰吉BT的一个AI技术呢 一键生成 包括配音图文和音乐在内的完整的视频内容 那么今天呢 就好好地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款Invidio AI的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如何用它呢 加一个恰吉BT呢 来简单地创建一个短视频 那这里呢 我会把这个Invidio AI它的一个链接来放在描述栏啊 大家可以打开啊 这个也是可以免费试用的 可以跟着小鱼一起来操作 那首先呢 我们要打开Invidio的首页 我们要访问这个网站 网址呢 就在描述栏 那么大家可以简单地看一下啊 它的一个评分呢 也是非常的高 而且它使用的一个国家呢 已经达到了啊 接近200个国家呢 在使用这个来创建一个视频 那它呢 和我们的FreeKey 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可以通过一个想法啊 或者脚本呢 来转成一个视频 并且呢 如果说你是一个高级用户呢 你还可以使用它的一个AI克隆声音啊 把你自己的声音克隆到视频里面去 那么接下来呢 就点击这上面的一个注册按钮进行注册 当你登录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界面呢 非常的简单 特别异于我们一个新手制作视频啊 没有那么复杂的界面 不用去点这里点那里 那在它的左边栏 这里有三条横线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菜单栏 非常的简单 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媒体库啊 你可以克隆你的声音 你制作好的一些视频呢 在这下面啊 你都能看到你制作的一些视频 那中间呢 就是输入一个提示词的地方 也就是说输入你的一个命令 或者视频脚本的一个地方 右边呢 这里呢 可以看到是你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用户资料 那这里呢 可以看到 你可以升级你的计划 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计划 你可以使用一个免费的一个计划 那免费计划可以使用十分钟 可以生成一个十分钟的一个完整视频 那么质量呢 也是很不错的 如果后期的话 你要有需要呢 你也可以考虑升级你的计划 那在这里呢 非常简单 你可以给它一个想法 那你这里可以任意给它的一个想法 这里呢 它只支持一个英文啊 我们可以用一个谷歌翻译 那把我们的中文输入到里面 直接粘贴一个英文 比如说一个世界上最难吃的五种食物 那么这里呢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提示语连贴到里面 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它一次性可以输入3600个字符 下面呢 你可以选择它的一个工作流程 那这里呢 有一个加号 我们可以把它点开 这里面有六种选择 你可以选择一个YouTube解说 也可以选择一个脚本道视频 还可以选择一个Source短视频 还有一个近期活动视频 还有一个TwikTok视频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不常用的 那这里呢 你可以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YouTube视频 那把我们刚才的这个想法呢 再给它粘贴一下 那在这里呢 它还有一个克隆你的声音 那这个呢 是一个高级版本 因为我这边呢 是一个plus会员 所以会出现 那如果说你没有进行升级的话 那可能你看不到这个选项 这里呢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我这里可以点击这个三角 你可以通过在此处上传你的语音来创建你的声音 创建你的声音数字克隆 这里可以点击一个添加声音 它要求呢 我们要提交30秒的一个录音 它也给了我们一个录音的一个内容 像往常一样 在句子之前停顿 你直接可以将你的音频呢 拖拽到这个里面 它会根据你的声音呢 进行一个克隆 如果说你想做一个跟你的声音一样的视频的话 这个就非常的有必要 那接下来我们点击最上面这个选择返回 点击这个创建视频 那这呢 我们就选择一个短视频 这里呢 需要再粘贴一下刚才的一个提示语 那我给了它一个提示 世界上最难吃的几种食物 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鼠标回到上面 这里呢 还有一个选择 那你需要创建多少时长的一个视频 你可以从一个15秒到下面的一个15分钟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免费用户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这个15分钟 最多10分钟 这里的话我就选择一个2分钟 那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制作这个背景音乐 这需要一个音乐 那我们这里输入一个搞笑的 我这边直接翻译过去 把它粘贴到这里 我需要一个搞笑的背景音乐 接下来呢 你要选择一个解说员 那这里呢 你喜欢男性就选择男性 女性呢 选择女性 这我可以选择一个男性 那么声音你可以看 第一个呢 你是可以任何声音都可以 你也可以选择一个清晰的美国声音 还有一个加里夫利亚的一个口音 这个还有纽约口音 还有南方口音 还有中西部口音 还有其他的 这下面很多 这还有其他的一些口音非常的多 那我这就选一个清晰的美国声音 包括这里呢 还有一个选择添加字幕 那可以打开看 你需不需要添加字幕 这里可以选择不需要添加字幕 那么在当前口语为黄色的地方 逐字添加字幕 添加具有标准外观和感觉的字幕 添加带有大纲的字幕 那这里呢 我选择一个带有大纲的一个字幕 你可以根据你的选择去选 下面很多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素材的一个选择 这里面你可以看一下 你是用里面的素材还是少用这个素材 那么我们这里点击一个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你就直接点击一个生成 这里还需要再确认一下 那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点击生成视频 它正在分析出现的是呢 你的里面向的观众是哪些 比如说你这里做的是一个美食 那么你的观众是哪些 这里呢 你可以选一下 比如说你的平台是一个YouTuber 这里选一下 这里可以根据它的自动地给你选择就可以 我们这里直接点击下一步 这里它就在帮我们创建这个视频 OK 视频生成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约等了差不多三分钟的样子 这里我们点击放大 那么这个视频呢就生成出来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返回 重新生成视频 那这一次呢 我们就用脚本来生成一个视频 我这里就借用一个恰GPT 让它快速的帮我们生成一个脚本 你用GPT的话 你可以做各种短视频 它可以帮我们节约大量的时间 这里你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给它这样的提示语 假设我现在是一个YouTuber 我想制作一个两分钟的 关于介绍金丝猴的视频 请帮我生成一段脚本 可以看到它就帮我生成出来了一个两分钟的脚本 那脚本里面呢 包括一个开场画面 主持人声音配音 这个呢 其实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我说脚本不要这样子的 我想要幕后旁白的形式 那其实呢 我只是需要这些内容 不需要什么旁白画面 接下来呢 它把里面这些多余的剪掉了一些 但是呢 还有旁白这些 我就再接着给它提示语 请将上面的旁白提取出来 生成一段 生成一整段连续的文字 OK 那这下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里面没有些乱七八糟的那些旁白啊 画面切换啊 我们只需要这样一个旁白 那接下来呢 我又接着给它说啊 让它给我生成一段两分钟左右 介绍宠物猫猫的一个旁白脚本 这次啊 可以看到它就没有再给我一些 什么多余的旁白啊 主持人之类的 直接就帮我生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脚本 那这个脚本呢就快速的生成出来了 那你除了可以做一些关于动物类的一些脚本 那你还可以关于植物的啊 关于一些生物的啊 海底动物的啊 或者说是陆地动物啊 或者说是一些旅游景点 美食等等 一系列的视频呢 那么你都可以让它帮我们生成一个脚本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把它复制一下去翻译成英文 用这个谷歌翻译 直接把它连贴过来 那这里我们复制一个英文 接下来回到一个invideo 那么这次要注意啊 我们不是在这里面去填写了 我们首先啊 鼠标回到下面这一排选择 我们点这个加号 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一个脚本到视频 接下来呢 就把我们的旁白连贴到里面 它上面同样也有一个选择 你是制作一个什么视频 比如说一个youtube视频 推个talk视频 爱奇视频 那么我们这里就选一个youtube视频 接下来也是一样的 你的音乐想要什么样的 这比如说我们想要一个 它是跟宠物有关的自愈型的音乐 自愈放松音乐 这里呢 我们就把它粘贴过来 把它输入到这里 接下来呢 你想一个男生还是女生 这里呢 你可以选择一个男生 声音呢 也可以选择一个 我们选一个中年英国人的声音吧 接下来就点击下一步 那这里可以看到它一次性呢 可以声称 3600个字 我这里已经输入到2000多了 这里是没有超出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这个声称 同样如果说你要有一个自己的声音 你可以选择一个自己的声音 那这我们点击声称视频 那么invidia呢 目前呢 它不支持一个中文 它做的视频呢 都是英文的 那这里呢 大家也不要着急 那视频的最后呢 我会告诉大家 如何把我们的一个英文视频 变成一个中文视频 那刚进来的小伙伴呢 还没有订阅小鱼儿频道的呢 这里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那这里呢 同样要选择你的一个受众 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点击下一步 它这里正在帮我们配画面 配脚本 配一些音乐 对 那么趁着它生成的这个时间呢 带大家再来了解一下这个invidia 那它里面可以看到 其实里面的媒体素材是非常的丰富的 那它的一个视频画面呢 也可以看到非常的高清 视频已经生成好了 这里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OK 但是导出来的时候 再给大家看 那么这里呢 我发现有一个画面呢 不是特别的好 这里出现了一个这种卡通的一个画面 原本是比较真实的一个视频 那怎么办呢 那么没关系 我们可以到里面去进行一个修改 这里呢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对里面的一些素材 视频素材来进行一个更改 这呢 你可以上传自己的一个媒体素材 这里有一个上传按钮 那同时呢 你也可以在这里搜索一个猫 那么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个它里面的素材 那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 跟毛毛有关的一些素材 那么我们可以点一下它进行一个替换 那可以看到这里素材就替换成功了 你只需要点击一下 先点一下你要换的一个素材 再选中一个素材 这里它就直接帮你替换 如果说你想看一下其他的场景呢 这里呢 有一个箭头 大家可以往后拉 你可以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不匹配的一些素材 可以检查一下 没有的话 那就OK了 那这里除了你可以对它里面的一些 视频素材进行一些更换的话 那你还可以更改一个文本 我们点击旁边这个按钮 更改完之后呢 我们这里先保存一下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再点击这个返回去 我们去更改一个文本 那接下来呢 我们点击这个媒体旁边 这个编辑脚本点一下 那这里面的每一段脚本呢 都是可以进行更改的 那可以看到这里面的都可以改 比如说这一段我不喜欢 那你可以把它换成其他的一个脚本都可以 改好之后呢 记得下面要应用更改 除此之外呢 你还可以给它一些新的想法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点短 那你可以让它再长一点 这呢 我直接告诉它视频需要两分钟 这里它只有一分三十八秒 这里我们点击一个生成 那它就会把这个视频的时长给我们更改 它也会重新的匹配素材 OK 可以看到现在呢 它已经更改了这个时长 那么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视频时长呢 已经达到了一个三分四十八秒 通过这里一个简单的提示语 我们就可以更改这个视频 那这里呢 比如说现在是一个男生的一个配音员 我想换成女生 我们这翻一下需要一个美国女生旁白 那这里呢 我们同样在这下面来粘贴一下 它的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强大 很多视频它是没有这样一个 把现成做好的视频还能更改的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呢 也是因为它的一个独特之处 那这我们点重新生成 那现在呢 它就在更换一个画外音 把男生换成女生 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旁白 我已经换成女生了 非常的不错 下面呢 它也给了你一些提示啊 比如说你想删除第二个场景 或者说呢 这个场景的长度减半太啰嗦了 那给它这样一些要求呢 都是可以的 那视频这里素材更换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下载 那在这里下载呢 也有一定的一个要求啊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免费用户的话 那你选择就只有一个带水印的一个视频 而且呢 也只能下载一个720p的一个视频 如果说你想要一个无水印的话 就要升级你的计划 想要更高分辨率的话 1080p高清视频的话 那就要升级你的一个计划 我们是免费用户 那我们就直接选择这些不需要付钱的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想升级呢 你可以直接去 后期的话可以去进行一个升级 国内的小伙伴呢 现在付款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需要的话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点击这个导出 那这里呢 它正在进行一个渲染 那如果说你想做一些自愈系的 一些宠物视频的话 那么这个InVideo AI呢 非常的适合你 它其实是多元化的 做什么视频呢 都是可以的 这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订阅计划 免费用户可以看到 这里它是需要带水印的啊 这个没有办法 它有一个10gp的一个储存空间 一个plus会员的话 一个月有100分钟的一个AI生成 再高级一点的一个计划 这个呢是更划算的更超值的啊 它获得的一个是200分钟啊 仅仅只贵了10美刀 那么如果说按年购买的话 那这个价格就更优惠了啊 会有20%的一个折扣 OK 这里呢 它自己就帮我下载了 已经正在下载 它已经下载完成了 这里我们点开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呢 会有一些水印啊 大家可以用一些去水印的工具 把它去掉 那么这个呢 它是一个英文视频 那接下来呢 小鱼儿就教大家 如何把它变成一个中文视频 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只需要一个免费的AI工具就可以 那这款工具呢 叫Rust AI 这里链接呢 我也会放在描述栏啊 它也是非常好用的 直接点击一个免费试用 我们需要先登录一下 那么登录好以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这一个加号 在这里上传我们的视频 那这里我就上传一个金丝猴的一个视频 它也是一个英文视频 这我们给它改成一个中文视频 那你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只需要一个解说员 我们就选一 这呢我们也让它自动识别 接下来我们让它改成一个中文 这里我们选择一个中文 点击下一步 那它这里呢正在上传这个视频啊 目前呢是可以免费操作的 可以免费的来把一些视频转换 它里面也有很多语言可以转换的 那接下来呢它开始翻译这个视频呢 还需要再等待几分钟 OK可以看到它这里呢 已经帮我们翻译过来了 这呢我们只需要检查一下 左边呢是一个英语 那右边呢是中文 那么我们检查它有没有翻译错误的地方 可以看到它翻译的非常的好 那接下来呢如果说你想要更改某一个地方 那你也可以直接点击一个删除 重新添加都可以啊 或者每一段你都可以重新来进行一个更换 这里呢你还可以选择一个旁白语音 点击这个按钮 那这下面呢我们可以点这个画外音 点一下啊 这里面有一些可以让我们选 那我这里呢就默认的用这个语音克隆 那接下来呢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一些文本 那我们这里 在中国的西南山区隐藏 这里呢文本可以看到它有的地方 没有显示出来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给它拉一下 我们这可以稍微给它拉一下啊 让它能多显示出来一些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点这个 点这个啊 右下角这里的 download 我们点这个视频 我们选择一个mp4啊 因为我们如果说后期你需要 用一些口型同步的翻译视频 或者说要使用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去升级你的计划 那我们免费的话我们就点这个mp4 这已经下载完成了 在中国的西南山区隐藏着一群于是隔绝的神秘生物 它们生活在猫咪的森林中 它们就是金死后 金死后这些美丽的生物以高原大脉 珠子和水果为食 是地球上唯一的素食者 金死后引起美丽的金色 外皮尔的名 外皮像金子一样姗姗发光 金死后失群居动物 它们生活在亲密的家庭群体中 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 除了生活 金死后还喜欢细细玩刷 在书上跳跃大滚 它们是森林中弯皮的孩子 金死后是中国的鬼宝 它们的存在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象征 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保护金死后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让我们共同努力 你可以听到它还带一些美国口音的一个中文 这个免费的已经做成这样非常的不错了 大家可以找一些去水音的一些软件 可以把这些水音给它去掉 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相信大家对这个Invidio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希望可以让你不露脸做出一些你想要的视频 还没有订阅小鱼儿频道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你还可以观看小鱼儿用AI做的其他视频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对 OK